平交道柵欄缓缓放下 在不远处一辆机车快速骑过 没想到直接往柵欄给撞下 骑士连人带车往前滑行 柵欄瞬间断成两节目击民众见状赶紧报案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女骑士的物品 洒了一地机车则是往前滑行50公尺 掉进稻田里 事发就在3号早上8点多台东大学路上的建农平交道 就读台东大学二年级的黄信女大生 刚从学校离开要往市区的方向行驶 疑似没注意到前方的平交道柵欄 已经放下不顺字状导致脸部受伤 黄信女驾驶头部重创 送往医院救治 皇女酒厕只带抽血检验报告确认 这出路口因为道路笔直附近没什么人车 学生常常为了赶上下课 车速非常快 光在去年平均一个月至少会发生三起车祸 而校方担心学生的安全 从入学开始都会做交通宣导 这一次女大生伤势严重 人目前仍在教务病房抢救 TVS新闻刘景元王思纯台东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